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绍空间概念 直线与直线的关系 在空间中两条直线 它们的相对应的位置关系会有哪些呢? 那 在同一个平面上 平面在空间中 所以我们可以探讨第一种状况 就是这两条直线如果在同一个平面上的时候 会有这三种基本的位置关系 第一个,就是在平面上面这两条直线如果不相交的话 那它们一定是平行的 第二个,这两条直线 在平面上面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恰交于一点P 恰交于一点 第三种状况就是这两条直线干嘛 重合 但是 还在空间中还有另外一种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这两条直线如果不在同一个平面上 而且呢,既不相交也不平行 既不相交也不平行 所以你看,我们这L1跟L2在这个两个平面上 然后呢,它们既不相交也不平行 既不相交也不平行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称这两条直线叫做歪斜线 或称为两条直线歪斜 好,歪斜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给这两条直线 如果是歪斜的话,就给它一个基本的定义 就是当空间中两条直线既不相交也不平行的时候 称这两直线为歪斜线 我们来看一下图形上面 怎么样可以看出比较特别的歪斜的部分呢? 那你看,我们来画两个平面 第一个是这个平面 这个平面 第二个呢,是这个橘色的平面在这里 你会发现这两个平面 一个是侧边,一个是正面 好,一个是侧面,一个是正面 所以在侧面的上面有一个直线是在 这里 蓝色的 在侧面的话呢,有另外一个直线叫做紫色的 所以在这里 所以你会发现说 这两个蓝色跟紫色的 在不同的平面上面 而且它们既不平行也不相交 所以它们就称为所谓的歪斜 就是称为所谓的歪斜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 空间中这些立体的图形 哪些线会是歪斜的呢? 来,我们看这是一个长方体 所以在直线A1 直线A1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下列哪些 哪些直线会跟A1是歪斜的呢? 第一个,AB 刚好 AB跟A1刚好是较一点 所以它就是错的 第二个,诸H的话呢 诸H在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说 诸H跟A1是干嘛 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既然在同一个平面上 那它们就不会是歪斜的 它们两个是平行 第三个,FG FG在这个地方 FG在这里 你看 FG跟A1 不平行 也不相较 所以呢,它们就会是歪斜 第四个 FH FH在这个地方 我们用一个 这样的图示来看 FH在这个地方 A1 发现说它们既不平行 也不相交 所以它们也是歪斜 所以最后答案 我们就要选3跟4 所以大家要先稍微注意一下 这空间中的立体的图形 大家要会慢慢练习去看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 下一个例子在这个八面体 ABC株是一个正方形 那下列哪些直线跟A株 A株在这里 跟A株是歪斜 跟A株是歪斜 所以一样来看一下 这个C株 C株在这里 A株跟C株会较一点 所以它们就不会是歪斜 BC的话 BC在这里 BC在这个地方 也会像说 BC跟A株刚好是在同一个平面上面 所以它们两个会是什么 平行线 所以也没有歪斜 所以也不会是歪斜 那CF呢 CF在这里 我们用这样的图示来看一下 所以你看CF跟A株 在不同的平面上面 而且也不平行 所以它们就会是歪斜线 最后一个是什么 B F BF BF在哪 BF在这里 紫色的 BF BF跟A株也不在 同一个平面上 而且呢 它们两个既不平行 也不相交 对不对 好 因为这边会无限的延伸 所以这个 BF FB 这个地方也会是一个歪斜 所以最后答案要选多少 3跟4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介绍 空间中两条直线 它们相互的位置关系 第一种 平行 第二种 教育点 第三种 重合 最后呢 这两条直线 在不同的平面上 既不平行 也不相交 要称为这两个叫做歪斜 好 大家同学要把这个记清楚了 我先做了 一条招待 有不相交 一条招待 我去做多 一条招待 我自己的带 一条招待 一条招待